一個人走在車水馬龍的大馬路上 我看了看我刻意反帶的勞力士 不是為了看時間 而是想不經意地向你展現 我的二頭有多大 夜日當頭的午後 我路過了一間健身房 原本只是想對著玻璃門的反射 展現我那茁壯的手臂 卻不經意地被裡面充滿激情的擺設 吸引了目光 四台蹲舉架配上一台Cable 看得出老闆對於自由重量的鍾愛 本以為看著站在門口的我 老闆會熱情地前來招呼 只見他緩緩起身 走了向前 望向鏡中刻意帶在手腕內側的勞力士 不是為了看時間 而是想不經意地讓我知道 他第三頭比我的還要大 我笑了笑走了進去 刻意彎曲手臂 用最硬拍的線條關上了玻璃門 當我倆意識到彼此身上充斥著相同的氣息 笑得像個單純的孩子一樣 見人的快樂 往往就是這麼充滿激情 且中二 再次來到這間健身房 看著門口停著的阿八 從流線中帶著兇悍的車體 讓我想起了兒時 我那精壯的阿八 我舉起手看了看我的勞力士 果然 名車玻璃反射出來的肌肉就是不一樣 特別地結實壯縮 再次打亮了車體 突然一陣失落感湧上心頭 我離開了 這種流線中帶著兇悍的線條 果然還是沒能比得上 靠著鍛鍊而慢慢氣沉 那肉體上的線條要來得令人興奮了 唉 見人的快樂就是這麼樸實無華且枯燥 躺在臥腿上訓練著我的上胸 隔壁突然傳來一陣巨響力竭的嘶吼聲 自由落體般的啞鈴方法 配上他那硬派的髮型 想必是沒什麼人敢接近他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訴他 啞鈴請盡量輕拿輕放 他對著啞鈴以及我的腦袋表達了 他說使用的重量已經超出了我能理解的範圍了 我笑了笑尋了個重他兩倍的啞鈴 當著他的面示範了 我才是真正超越他理解範圍的男人 他的表情從抱著青筋到一臉懵逼 再到些許慘愧 最後還想跪下來跟我結拜 看著他從曾經出入地對待啞鈴 到把啞鈴當成自己愛人般的呵護 我感到充實了欣慰 唉 見人對待啞鈴的方式就是這麼的溫柔呵護 且疼愛 有趣的這種事